汪姓嫌犯放火烧家 位在天母的住处被烧得精光 几乎面目全非 家具客厅能烧的都烧光了 汪姓嫌犯和妈妈吵架之后 是把爸妈两个人都锁在家门外 自己一个就跑到家里头 四处摆放一燃物点火 把家烧得一片焦黑 起火当时还是附近邻居报的案 父母亲为了袒护儿子 根本不敢说是纵火 当时警销抵达现场 嫌犯妈妈说是煮菜不剩烧焦了 但火雕人员现场勘验 明明不止一处起火点 而且瓦斯鲁上面也没有任何储具 妈妈为了袒护儿子说了谎 只不过附近邻居都知道 嫌犯一家人时常吵架 动不动就大小声 那不定时炸弹一样 我老婆看到他们在吵架 然后爸爸慢慢被锁在门外 然后小孩子在里面 然后他们还来跟我老婆借 看有没有工具要把门撬开 然后他在里面撞火 不知道在里面干嘛 还一直叫他说不要想不开 他怎样不开门 警方调查21岁的先犯是家中独子 高中毕业后就没有在念书 常常闹事是邻居眼中的不定时炸弹 只不过这回居然自己的家 自己放火烧 还扬言杀表哥 被带后恐怕真的得好好反省反省 别伤透家人的心 又让邻居住的不安心 记者夏军城旅警台北报道